以色列星期六凌晨再向加沙发动凶杂 击中一栋三层高建筑 多个巴勒斯坦人死亡 有目击者说以军战机毫无预警地投下三枚炸弹 哈马斯随即向以色列发射连串火箭炮 以色列前一日以哈马斯的建筑物为目标 先后击中哈马斯内政部管理的保安大楼 以及提出哈马斯的银行所处的这栋建筑物 这家银行已经是这轮凶杂第三间租破坏的哈马斯银行 军方又发放片段 见到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南部的隧道被炸 行动中共派出160架次战机 投下80吨炸弱历时40分钟 摧毁哈马斯的隧道网络 击毙多个哈马斯武装分子 军方又说近期空集中 也摧毁了加沙地带生产武器的设施 以军轰炸隧道之前 曾经向传媒发声明 说空军和陆军正攻击加沙地带 多间传媒随即报导 以军已经发动地面攻势 但军方几个小时之后澄清 部队未进入加沙 说之前的消息是误会 有传媒说军方发言人曾经表明 加沙内有地面部队 批评军方误导以致讲大话 有专家认为 军方成功利用传媒发布假消息 引有哈马斯武装分子 躲起来再轰炸隧道 国际继续滑船工作 美国负责以巴士务的 副国务卿阿姆努 星期五抵达以色列 联合国、埃及和卡塔尔 正接触双方滑船 但未达成协议 联合国安理会 星期日会讨论局势 明镜需要测误会订阅 马斯武装 温误会订阅 误会讯会讯会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